詞曲 李宗盛 今天經常說什麼是Cloud Computing 其實iPhone也可以大玩Cloud Computing 不需要抄圖在機器上也可以隨時看到 好像Cloud2Go是配合CloudApps這個網站服務去用 不知什麼例子看上去就知道了 先在這個網址申請戶口 之後你可以在電腦上上載一些資料 如果你是用Mac機就更方便 它有軟件可以配合給你用 你出街的時候只要在手機上開這個Cloud2Go 就可以即時看回之前在家上載的檔案 如果在MPV檔案就算按Home鍵 它都會在背景繼續播 除了看File之外 它還讓你用手機上載File上去CloudApps 先在設定選擇你想上載的質素 之後再按一下這個鍵 就可以即時上載上去 不過要留意的是 你上載上去CloudApps的 全部都會有公開的連結 可以快點幫你分享給其他朋友 不過你擔心私人的問題 不要緊 我們還有這個好介紹 它就是Dropbox 它的用法和CloudApps差不多 只要在電腦 預先選一個File放上去Dropbox 之後在手機安裝Dropbox的iPhone程式 就可以隨時看到 還有你要選分享它才會公開 否則其他人是不會看到你的檔案的 還有的是Dropbox iPhone程式 又是可以在背景播歌 那你把那些小歌放上去 隨時你想聽都可以 Dropbox本身最少有2GB空間 那即是我又可以放多2GB的歌 隨時聽啦 甚麼話 你已經知道甚麼是Dropbox 還說我沒有甚麼生意 好啦好啦 讓我介紹多個程式 給你補回數 剛才說的Dropbox iPhone程式 雖然看到大部份檔案 但是要改文字檔案 就沒有辦法 不太方便 最近有人推出了Elimons 它是一個簡單的文字編輯軟件 但是就可以配合Dropbox使用 你在Elimons開的文字檔案 打的稿 或者你的心情日記 都可以自動save在Dropbox上 不會keep在你部機裡面 不要說我不提醒你啦 用以上方法放上網 隨時看雖然很方便 但是每次用手機這樣拿下來 就會用了不少數據 不是用無限計劃的 就要多多留意啦